第六十二集 愁思暗生 从古墓求水而出后 阳过游牧四孤 但见浓阴杂地 花光浮动 心中喜悦无限 姑姑 你说好看吗 小龙女点头微笑 两个人想起过去这数天的情景 真是恍通格式 四下里既无人声 原来这山洞是在中南山山脚 一处极为荒僻的所在 当晚二人就在树荫下的草地上睡下了 此日清晨醒来 一阳过说就要出去游玩 但是小龙女从未见过繁华世界 不知怎的竟自大为害怕 不 我得先演好上 然后咱们必须练好玉女心经 阳过在自己的头顶重击一掌 该死 打你这糊涂小子 我情忘了你的伤 又想下山之后 再要和师父解开一山一同练功 时是诸多不便 当下便助他运功疗伤 不到半月 小龙女的内伤已然痊愈 两个人在一株大松树下搭了两间小茅屋 已避风雨 茅屋上扯满了紫藤 阳过喜欢花香浓郁 更在自己的居屋前种了些玫瑰茉莉之类的香花 小龙女却爱淡雅 说松叶清香 远胜一花其惠 她所住的茅屋前 便一刃自然 唯有野草 师徒俩日间睡眠 满上用功 数月过去 先是小龙女恋成 再过粤鱼 阳过也功行圆满了 两人反复誓言 已是全无至爱 阳过又提入室之意 小龙女淡爵如此安稳生活 世上更无别事能及得上 但想阳过留恋红尘 终是难以长击她在荒山之中 过儿 咱俩的武功虽今非昔比 但跟你郭伯父 郭伯母相交 又是怎样 那自然还远远及不上 你郭伯父将功夫传了他女儿 又传了五十兄弟 他日相遇 咱们仍会受他们欺辱 他们若是再敢欺辱我 岂能与他们甘休 你打不过他们 可以是枉然 那你帮我 我打不过你郭伯母 仍是无用 阳过低头不语 仇思对策 瞧在郭伯母的份上 我不跟他们争闹就是 他在墓中住了两年多 居然火星大剑 倒也难得 其实杨过只是年纪长了多名势力 想起郭靖相待自己 确实一片真情 心下感激 是以甘愿为他而退让一步 何况与郭伯武士兄弟 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只不过幼时为了蟋蟀而争闹而已 此时回响早已淡然 你肯不跟人竞争 那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听你说到 到了外面 就算你肯让了别人 别人还是会来欺悟你 咱们若不练成 王重阳一下来的功夫 遇上了武功高强之人 终究还是抵抵不过 杨过知道小龙女 不欲离开这清静所在 不忍服逆其意 就说 姑姑 我听你话 打从明儿起 咱们就开始练那九阴真经 就因为这一席话 两人在山谷中 又多住了一年有余 小龙女和杨过 重经密道潜入墓中 将重阳一刻 诵读数日 记忆无误 这才出来休息 年余之间 师徒俩内功外功 聚皆精进 但是墓中的重阳一刻 只是对付玉女心经的法门 仅为九阴真经的一小部分 是以二人所学 比之郭静黄荣 毕竟尚远为不如 但是此却非二人所知了 这一日恋无以弊 小龙女和杨过两人 均决大有进境 杨过跳上跳下的十分开心 小龙女却悄然不乐 杨过不住地说笑话 给他解闷 小龙女只是不声不响 杨过知道 此时重阳一刻上的功夫 已然学会 若说要融会贯通 自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但其中诀窍奥妙 却已是尽数知晓 只要日后继续休息 功夫越深 威力 就必越强 料想小龙女不愿下山 却没有借口相留 所以才烦恼 杨过便说 姑姑 你不愿下山 咱们就永远在这里便是 好极了 小龙女只说了这三个字 便住了口 她明知杨过 纵然勉强为她而留 心中也难真正快活 悠悠地说 明天再说吧 于是小龙女晚饭也不吃 回到小茅屋中 睡下了 杨过坐在草地上 发了一阵呆 直到月亮从山后升起 这才回屋就寝 睡到午夜 睡梦中 隐隐听得呼呼风响 声音静急 非同寻常 她一惊而醒 侧耳听去 正是有人相斗地 全声掌风 她急忙窜出茅屋 奔到了师父的茅屋外 低声说 姑姑 你听到了吗 此时掌风呼呼 更加响了 按理 小龙女必已听见 但是茅屋中 却不闻回答 姑姑 姑姑 杨过又听了两声 推开柴飞 只见踏上空空 原来师父早已不在了 她更是心惊 忙寻声 向掌声处奔去 奔出十余帐 未见相斗之人 单听掌风 以至其中一人 正是师父 但是对手掌风 陈雄伶俐 武功似游在师父之上 杨过急步抢去 月光下 只见小龙女 与一个身材魁梧的人 盘旋来去 斗得正极 小龙女虽然身法轻盈 但是那人的武功 高强之处 在她掌力笼罩之下 小龙女 只是勉力支撑而已 师父 我来了 两个起落 杨过已纵到二人身边 与那人一朝向 不禁惊喜交集 原来那人满腮求然 根根如己 一张脸犹如刺猬相似 正是分别已久的义父 欧阳风 但见欧阳风凝丽如山 一掌掌缓缓地披疆出去 小龙女只是闪避 不敢正面接她的掌力 杨过惊呼 都是自己人 情报逗了 小龙女一正 心想 这大胡子疯汉 怎会是自己人呢 一凝丝间 身法略至 欧阳风鞋掌 从石下穿握 一股净风直扑她的面门 世道雄强无比 杨过大害 急纵而前 只见小龙女左掌 与欧阳风右掌底上 知道师父功力远远不及一腹 时刻烧酒 必受内伤 当即 身无耻 在欧阳风又时 轻轻一服 正是她新学的九阴真经中的 手挥五弦 上乘功夫 她虽然习练未熟 但是落点 恰到好处 欧阳风手臂微酸 全身消尽 小龙女剑机何等快捷 只敢敌人示弱 立即催机 此一瞬间 欧阳风全身无所防御 随倾家一指 亦受重伤 杨过翻手抓住了师父的手掌 夹在二人中间 笑道 两位且住 是自己人 欧阳风尚未认出是他 只觉得这少年武功奇高 未可小觑 你是谁 什么自己人不自己人 爸爸 是我 是你的儿子 这几句话中充满了激情 欧阳风一呆 拉着他的手 将他的脸庞 转到月光下看去 正是数年来自己到处找寻的一儿 只是 一来 杨过身材长高了 二来 武艺了得 是以初识难以认出 他当即抱住杨过 大叫大声起来 我找到你好苦啊 两人紧紧地搂在一起 都流下眼泪来 小龙女自来冷卧 直到这世上 就指杨过一人情热如火 此时见 欧阳风也是如此 心中对下山一事 更是凛然有味 静静坐在一旁 愁思暗生 欧阳风那日 在嘉兴王铁枪庙中 与杨过分手 躲在大钟之下 叫柯震恶 奈何不得 他前运神功 治疗内伤 七日七夜之后 内力已赴 但是被柯震恶铁杖 所击出的外伤 时也不轻啊 一时难以预可 他掀开剧钟 到客殿中 又去养了二十来天的伤 这才内外痊愈 便去找杨过了 但一阁扎月 大地茫茫 哪里还能寻得到杨过的踪迹啊 这孩子九成是到了桃花岛上 欧阳风当即弄到了一只小船 使到桃花岛来 白天不敢进岛 直到黑夜 方使在后山登岸 他自知 非郭靖黄荣二人之敌 又不知黄药石不在岛上 就算是自己本领再大一倍 也打不过这三个人呢 是以白日躲在极荒僻的山洞之中 每晚悄悄寻游 岛上不知奇妙 他也不敢随意乱走 如此一年有余 总算他谨慎万分 白天不敢出动一步 踪迹始终未被发掘 直到一日晚上 听到武修文兄弟的谈话 才知郭靖送杨过到全真教学艺之事 欧阳风大喜 当即偷船离岛 赶到重阳宫来 哪知 其实杨过已与全真教闹翻 进了活死人墓 此事在全真教时事奇耻大辱 全教上下 人人是绝口不谈 欧阳风虽千方百计打听 却探不到半生消息 这些时日中 他踏遍了中南山周围数百里之地 却哪里知道杨过竟深藏此地 自然寻找不着啊